小凡 文哥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觉得小凡是坏人吗 其实 其实他不是坏人 他被别人害了 他是被人 他是被别人害了 因为我 我被浸泡在那个水里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张纸上面说 坏人说那张白色卡上面 有密码 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 因为他只能 他白黄他分辨不了 所以上面是黄字 他看起来都是白的 他以为都是白的 所以他也跟我过有同样的经历 他也被那个关 关进那个 所以不是这一切 我觉得就是校园霸凌吧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稍微有点缺陷的孩子 然后在这学校里 大伙就都看不起他 他还被怪 他被坏蛋锁在那 七个人 有一个是那个侦探 还有第六个人是那个陶小白本身 没有他他他还在呢 陶小凡还在呢 还在那边 陶小凡是个好人啊 他为什么把所有人都给 不是他是好人 但是 你一直被欺负 对呀就爆发了 这就是压力嘛 就大家都那什么你 这是校园霸凌